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我创建了一个项目叫Slim Park 然后呢同时我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 创建了一个关于大数据的开源组织 叫Deadwin 这里面也有一些相当不错项目 欢迎大家去关注使用 那么在我这个演讲之间 我先问大家提个问题 有多少人知道Slim Park项目的 请举个手 有多少小伙伴然后再使用 看来使用的不多呀 那么有多少人在使用Flink 还是有不少的 OK OK 就是如果大家在使用Flink过程中的话 就是你会发现 如果你用Flink你去开发作业 你去运行的话呢 当你作业比较少的时候 然后你用那个FlinkRammin去跑 那是OK的 一旦说你的Flink作业超过了一定规模之后 那么你再用这种原始的方法去做 那就很难处理了 那么Slim Park呢 就是为了专门 最初的话是专门针对这个场景 就是量身打造的一款关于Flink跟Spark 作业快速开发 以及那个作业管控的这么一套项目 OK 接下来的话我一开始正式我的演讲 那么今天我的演讲的话 然后大概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Slim Park的前世新生 就是讲一下的话 它的一个过往跟现在 然后第二部分也是重点 讲一下我们Slim Park的 就是阿华奇的激艰难的复化之旅 然后第三个讲一下未来规划 OK接下来我们讲第一部分 这个我刚才已经讲了 就是Slim Park呢 是初衷是让流处理更简单 那么呢是一个简单应用的 就是应用程序的开发框架 以及呢是一个就是流处理的管理平台 OK这个是简单回顾了一下 Slim Park的就是一些前世新生 那这个项目呢 是我于2019年我自己创建的项目 当时名字叫Slim X 当时也是因为我自己开发公司内部的业务 然后确实需要有一个这么一个平台 去对我所有的弗林克作业做一个托管 于是我就开发了这么个项目 然后差不多在2021年的4月份的时候呢 我当时可以看到 所有差不多在弗林克社区里面 有很多人都有类似的这种需求 然后大家都在去问 我有很多这个弗林克作业 那我们有没有一个好的项目 能够对它作为这个统一的这个部署 跟这种管理 包括呢整个作业的监控 那么我看到呢 就是这个刚好跟我做的一个项目 它的场景是契合的 于是呢我就把它开源出来 也是因为这个动机 然后在开源之后的话就受到了很多的一些关注啊 然后大家就是有很多用户他们都会去用了 然后紧接着的话 在在去年2022年的8月份的时候 你就是刚好在就是今天这个节点左右 正是在那个复发器里面发起了一些讨论跟投票 然后并且呢把项目命名为 从StreamX命名为StreamPug 然后在9月1号正式加入了复发器 那么截止到今天为止的话呢 我在上来演讲之前 我看到我们现在的Cantributor已经到达108位 这是它简单的一个过往回顾 OK 那么这是我们系统的那个手药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点像那个Flink的那个手药是吧 那么这里呢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StreamPug的核心特性 然后这块我大概简单归结为6点 第一块的话呢 我们是就是提供了一套 Flink跟Spark快速开发的脚手架 这个大家就是从事这个Hadoop大数据行业 就是知道 就是最早的Hadoop那种编程模型的话 就是你必须要遵守它一定的那个编程的范式 就是严格按照它所有的步骤去逐步的开发 那么如果你拿这个代码去开发Flink跟Spark作业呢 也几乎类似 你都必须按照它一定的那个编程的模型 包括呢我这个参数的配置 以及后面的就是所有逻辑开发 就是你真正去写你那个核心逻辑的部分 其实占你整个工程呢可能是比较小的一部分 所以呢我是觉得这整块的话 我们是可以用一种更好的思路 给它封装起来 所以呢我们就封装了一套那个开发的框架 总而言之的话呢是借鉴到Spring Boot那个核心的理念 把项目从就是启动阶段到运行里面所有的参数 给它就是提炼出来 然后并且呢封装了一些开箱用机用的连接器 这块的话能够加速项目的开发 然后在部署模式上 我们这块是支持了Flink所有的部署模式 像Yang上的话呢有Yang Perjub 然后Yang Application Model K8S的话也都支持K8S Native Session 跟K8S Native Application 然后这里的话要说一点的是 我们这个项目是在2021年的时候 在整个Flink设计里面 我们应该是第一个率先实现的 对Flink作业OnK8上完整的支持的 OK 当然我们这种支持的话 是基于那个Native的方式 这个方式的话呢有些缺陷 这个话我后面会讲 然后像基本的Standard and Remote的模式 这个都是一个基础的 都能够做的很好的这种支持 第三个的话呢 我们就是可以同一个平台里面的话 是完整的支持 完整的支持Flink的多版本 然后这个我需要说一下的话 我们这个是不同于别的平台 这种项目的话呢 一般大多数人的话 它是把就是在我这个平台里面 绑定的某一个Flink的版本 然后这样搞的话 就后期你所有提高作业的话 就只能使用这同一个Flink版本 而我们这个里面的话 是天然做到捷偶 就是你只用部署一套平台 然后在整个平台里面 就是你不用添加任何Flink架的基础之上 你可以完整地做到 从Flink 1.12到现在的1.17都可以做到完美的支持 同时呢 同时呢 Skala支持2.11到2.12 那么多环境集群的话呢 这个我们也是完美的兼容了 Hadoop 2.x跟3.x系列 然后同时呢 就是对那种有认证的convers也能够做一些支持 然后KPS这个 我刚刚能做的KPS session跟KPS application 同时我们在云上的话呢 我们的很多小伙伴的话 也做了很多的测试 像华为腾讯 阿里云的话都能够做到完美的适配 第三块是第三方的依赖 这块的话算是Slim Park里面 就是比较创新的一点 就是我们知道 我们Slim Park里面是把一个完整的Flink作业 给它拆解成三部分 它包含一个作业的配置 然后呢 以及呢 这个Flink Circle本身 以及呢 这个Flink Circle 它需要的一些依赖信息 而我们在处理依赖的时候呢 就是不需要你去在提前的把平台重启 你把这些架包的话 再考到那个Flink的Leap下 你只需要在我们那个统一的作业界面 你去配上这个作业的 这个对应的那个Java架包的那个 Mail的泡沫信息 然后以及呢 你也可以把这个架包可以上传上来 就是全程界面化 对 然后 到了后面呢 它会自动完成一个CI的过程 它会打成一个Fact架 让你作业能够跑起来 然后也是基于这一套编程模型的话 就所有的 只要你是一个标准的Flink的连接器 以及呢 UDF 我们都能够做完整的支持 OK 这块是第三方依赖上 同时 我们觉得作为一个Flink作业的 一站式的管理框架 需要运游能力 这个也是企业里面是必备的 这个也是必不可受的能力 同时我们能做到像 就是 实时地去采集 SavePoint信息 像最基础的那个作业的启动停止 都能够做到很好的支持 包括呢 这个作业失败之后 我去采用一种 什么样的方式给它拉起来 包括呢 与第三方的集成 这个第三方的集成是指的话 我们这个项目里面是提供了一些REST API 包括作业的启动跟停止 你可以跟Dolphin这块的话 作为一种完整的集成 OK 这个是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 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些核心特性 OK 第二部分的话就开始我讲 今天呢 我们那个项目的 简单的复华之旅 刚才紫薇也讲过 然后那个项目进入复华期 确实很难 企业里面也很难 其实在我看来个人的话 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 OK 就是 这个项目在我正式准备启动 加入复华期之前 其实我们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然后呢 从开源出来的话 它能够得到很好的口碑 以及呢 贡献者数量的话呢 也在持续上升 我记得在去年8月左右的话 我们的贡献者已经到达 大概是五六十位 然后这块的话呢 是我们在2021年 就是开源的第一年 获得了那个开源中国 GVP最为价值的开源项目 以及呢 这边是获得了那个 开源中国那边颁发的是 2022年的那个 年度最受欢迎开源项目 然后这个年度最受欢迎项目的话 在整个大数据里面就出了仨 第一个是Flink 第二个Spark 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Synpark 当然我列这个奖项的话 没有太多别的意思 我们已经有一些用户的基础了 是说至少说我们能证明 我们那个项目的一些价值 对吧 所以我在想的话呢 就是有一个个人发起的项目 此时的话 也有很多专业的小伙伴 他们会过来问我 说你们这个项目 是哪一个创业公司搞的 所以当别人在问我这话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对我们这个项目 很大的这种鼓励跟肯定了 那么那个时候我也在想的话呢 那我们这个项目下一步的 该往什么地方去发展呢 我还是一个人吗 如果我继续一个人去 把这个项目带着往前走的话呢 就是对这个项目发展 可能它上限就是 就是比较 就是上限的话就是可能比较窄 所以我在想的话 我们能不能进入一个 更加那个高的渠道 所以我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我去尝试联系了 我们的导师Tyson 我Bifer的时候 跟导师Tyson讲了一下 表达了我有这个想法 说我们这个项目 能不能往复化器里面尝试一下 然后呢Tyson他就给我讲 我跟他打了半个小时的电话 我就说讲了我们项目的一些理念 以及呢当前项目运营的情况 和项目的一些贡献者的人数 然后他又 他是三天后他回复了 我当时在想 我的消息刚发出来 你那个都没有任何回复 难道我这个项目就 就这么这个 希望就 就是就这么快的破灭了吗 还好 幸好在三天后他回复了 然后他跟我说 他说如果你这个项目呢 没有参迭的话呢 我可以来尝试一下 然后到了后面 他就跟我说 他尝试帮我联系一下项目的导师 那么这个是 差不多是过了一周之后 他帮我联系到的导师 当我看到 我们的导师团队 是这么一个对我说 我心里真是 那一刻眼泪都很流畜了 然后这个第四位的话呢 大家如果在做Flink里面 应该是知道 然后那个Steven 他是Apaq Flink的原始作者 所以他是我们项目的导师 然后除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耳术联想的 然后中国国内的江年 江年那个江老师 然后以及呢 那个我们的那个 Apaq HP的PMC圈 张多老师 这位是海外的那个托马斯 他也是Flink跟另一个项目的那个PMC 所以这个阵容 还是让我就是感到心情挺激动的 OK 后面的话呢 我差不多就在开始准备那个Proposal 其实刚才前两个议题已经讲了 就是你要加入那个 你要想加入那个复合器的话 你需要写一个项目的体验提议 这一块的话 我们跟导师这一块的话 差不多是在 我跟Tyson共同去review一下 是写了差不多半个月之久 然后也review了很多轮 也差不多在去年这个时候呢 然后正式加入 在那个复合器里面做了一些讨论 这个时候呢 就有些人就站出来 就是说给我们项目 就直接投了一个简易嘛 然后这个是说呢 是他直接质疑我们项目的那个定位问题 就说我们这个项目里面 这个定位的话 已经跟已有的Apaq项目里面 它是有冲突的 说这个 你们这个项目跟StreamPromes 有什么区别啊 所以呢 这块我们也给他解释过了 就是它是两个不同定位的项目 然后我们这个呢 是专注于流数据处理的 其实这个到后面的话呢 也有Apaq里面另一些导师 他们也站出来为我们项目说话了 其实在Apaq项目里面呢 它是允许有相同定位的项目 这个它也是为了确保 就是整个项目的这个多元化嘛 这个是允许的 然后第二个是版权问题 就是个人项目的话 这个也是所有 就是个人想把项目 往Apaq里面推的话 就是你需要注意的问题 版权问题的话 就是你得讲清楚 这个东西的话 它是一个产权清晰的 如果说是公司主导的话呢 那么就需要 就是公司 你在起扫这个协议时候 就需要公司去签署一个叫SGA 如果说是个人的话呢 那就可能是 你需要 也需要有一些证明 我们当时是联系的 就是所有的前50的开发者 签署了CCLA 对 所以 这两个问题的话 都差不多得到了解决 后面的话呢 就是我们也是迎来了 那个Justin 他的第一个简易的邦定票 他就说我们这个项目里面 他查到有很多那个 就是跟Apaq里面协议 就是不太兼容的一些依赖 然后这块的话呢 我当我看到他的邦定之后 后来我听到我们导师说 他是富豪器的主席 我想那 这个 可能这个路的话有点难走 然后呢 我又花了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间 去学习 整理了 把我们项目里面所有的依赖 都做了一个罗列 其中最大问题可能就是 我们里面严重依赖了那个MySQL 然后到了后面的话 我们也在邮件里面 然后做了一个说明 说我们这个呢 就是已经知道了 我们这个里面存在一些风险 然后我们准备在 第一个版本发布的时候呢 来解决 其实你项目的一些 lesson的问题的话呢 在富豪器阶段的话 它并非是一个必须的 就是你可以在第一个版本 发布的时候你去解决 就OK OK 这个到了后面的话 就可以看到前前后后 差不多是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然后从开始的投票 到最后的发起 终于通过了 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很多的导师 那为我们投的票 最后呢 那个Jaslin 终于把它的简易改成了 加一 这一票来的也是确实不太容易 我记得很清楚啊 这个是我 我去年就是9月4号 差不多是将近两点的时候 在阿瓦西的工作人员 就是帮我把这个库完成签议的时候呢 我写下了一段话 前前后后的话呢 我是经历了 那个时候我已经从公司辞职了 有时候我完整了 经历了整整一个月的努力之后的话呢 就是终于把库完成了签议 所以我就说 终于在导师的帮助下 完成了签库 感谢导师呢 年软来的辛苦 那么我心情高兴之余 更多的是复杂 那么之前呢 在我个人倉库里面待了三四年 那么一瞬间的话 就是有些失落 毕竟像自己孩子一样 养了三四年时间 细心照料 现在不属于我了 像一个姑娘长大了一样 要出嫁 这种感觉呢 真的也只有经历过的人 才能够理解 像老父亲牧送姑娘一样 走远 内眼朦胧 后面的话就是 大家就是能看到是 我们是9月10号 然后正式官宣的 这块是我们在整个孵化图中 经历的那个第二轮挑战 刚才紫薇 刚才紫薇也讲了 其实这个阿巴奇里面的 整个投票 包括说整个发版 也是非常的 就是特别考验人 然后我们呢 因为我们在进孵化机之前 我们都做了那个所有的 license 的一些整理 以至于呢 我们的导师将来是说 你们这个项目 我很有信心 第一版发布 能够很快发布 然后我也抱着很大的信心 然后我还在去里面说 我说我 我说咱那项目 我们很可能第一次 它就能成功 结果呢 我们搞到其次 那么这个是其中 我选的两个经典的 然后OK 这个是我们项目里面 当时是依赖了一个 Spring 的一个工具类 当然Spring 它是 我们是把一个Java的代码 抠过来 用Skala给它重写了 因为这种的话呢 按正常来讲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不用去申明 就是 如果这种的话 你按正常理解的话 应该是不用去申明版权 可是呢 我们导师还是提出了一些要求 他说 你这个Covid 别人的缘码 哪怕你用别的语言重写一遍 可能依然需要申明这个来源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里面 就是学到了一些 这块的话呢 是终于迎来的 贾斯林 的第二个简意 他说 你这个前单项目里面呢 依赖了一个Google 的开源字体 然后这个字体文件呢 它虽然是兼容阿帕奇协议的 但是呢 你没有申明这个版权来源 然后他又给我来了个检验 所以这块的话 到了后面 我们也做了一个处理 当然这个是我们 就是整个七次检验 就是历经三个月 七次检验中 我是举了两个比较小的例子 其实这个月的后面的话 是非常非常考验人的 这种挫败 就是月的后面的话 你就感觉费了非常的 就一个这么小的点 来回的折腾 其实我 那我理解的话 像这种个人项目的话 也是非常考验你的毅力 OK 那在我们经历的 历经三个月 七次发版投票之后的话呢 思诚帕哥终于发布了 第一个阿帕奇版本 那么到了后面的话 我们又持续发了两个版本 那么这个值得一提的是 后面两个版本上 都由我们两名 我们社区里面两名 那个PBMC 他们去完成的发版 这个的后面还挺顺利的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所有的PBMC member 有九位 然后committer的话呢 这九位中的话 其中两位是新提名的 然后我们也新提名了 四名的committer contributor现在 其实到今天为止的话 已经有108位了 那么我们 这个是我们统计的一些用货 可以看到像百度 腾讯 中国联通 他们都在内部有着 比较广泛的使用 像永恒超市 天野云等 OK 第三部分的话 就简单讲一下 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些 未来规划 StreetPug 其实它的初衷 是让流处理更简单 然后 所以说这一块的话 我们对Spark这一块的支持 也是社区里面 有很多用户 他们都提及的 这块我们到后面 也是会去做的 我们对Spark这块 能力的支持的话呢 可能不会像弗林克一样 做到那么的深入 包括说对整个Sirco 做那么多的一些支持 我们把它整个能力补全 就是向作业的 基本的提交 包括状态的一些运营监控 这块能力 能做到一些支持 就差不多了 另外的话呢 是我们需要做 更好的运营的中心 这块也是被很多社区 里面小伙伴 他们所诟病的一点 因为现在的话 有很多指标的话 可能不是那么详细 那么第三个的话呢 这块也是我刚才提到了 我们现在的话 就是 上K8的体系的话 是基于Native的方式 这种的话呢 它在整个过程中的话 它会出现像那个 就是现场会打那个 镜像 这块的话 就是也是对 IO的话 也是一个比较重的 一个操作 这个到后面的话 会做一个存活处理吧 然后我们也会对 流失疏伤这块的话 做更多的一些探索 这个呢 也是弗林格 在大力发展的方向 希望我们更好的 支持拍盟啊 对 这些 OK OK 我 好 欢迎大家 如果对我们这个项目 感兴趣的话 然后就是有使用那个弗林格 相关对作业托管的需求的话 可以关注 以及使用那个我们这个项目 好 那我今天的演讲的话 就到这里 好 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你好 问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个项目 其实个人已经运营了 可能有几年了 然后那个star数 差不多已经过签了 然后我们在考虑 就是是否就是 接下来可能这个项目 是捐到公司 还是捐到一些阿爸企业 现在在做一些选择 能给点建议吗 你这个项目是捐到公司 还是捐到阿爸企业 捐到公司 我觉得你这个算是你个人的 你是个人发泄项目是吧 对 个人发泄在进公司之前 已经有了 这个我觉得还是看你个人的意愿 以及呢 你想让这个项目 就是有一个多么超远的发展 对 就是可能我们在想 就是如果通过公司 可能将来可能会就是影响力啊 什么也会公司帮着一些宣传啊运营啊 然后可能会 假设个人进阿爸企业 可能会比较难 就像你说的 就是可能会很难 但如果将来公司的话 可能会有更多的力量去 也许将来是以公司迷 再走到阿爸企业 就是可能有次跳满 就是这两块就是有什么建议吗 我明白你的点 那其实你要加入公司的话 那你可能需要跟你们公司的人 就是聊一下 跟他们对KVN这块的支持 跟他们的一些意愿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算是你跟公司 这个你们之间的这种沟通吧 对 对 就从你的角度看 哪个途径会更好一点 从个人直接到阿爸企业会更好一点 这个其实我还是不太好说啊 这个其实还是看你自己 对 对 好 好吧 谢谢 如果你要问的话 就是说你个人去捐赠过程中的话 有些什么样的一些疑问 这个我可能有些经验 对 嗯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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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